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大家对这首歌一定都不陌生 屏幕前的多少人都是看着杨子长大的 通过加油儿女中的小雪 杨子一跃成为知名童星 获得无数观众喜爱 童星为他带来不少红利 让他打开了知名度收割到观众园 经历青春期的蜕变 他从长参变成了硅胶科技脸 然后现在又成了爆款流量小花 杨子的人生足够精彩 他也终于摆脱了童星光环 成为真正的女明星 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小时候杨子身上的表演欲就十分旺盛 还会学大人讲话 演得唯妙唯相 看着如此活泼好动的女儿 杨子的爸爸便带着他拜访各大剧组 想为他争取一个角色来演 让他过过细影 有一次还真被他们给碰到了 导演觉得杨子小小年纪就聪明伶俐 长得也可人 就给了他一个机会 七岁的杨子就这样进入了娱乐圈 2004年《家有儿女》播出 这部家庭情景喜剧立刻火爆全国 也让剧中的主演们都收获了不少人气 包括杨子这个小主演 也是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成为妈妈们心中的模范闺女 次年他又拍了第二部 延续了之前的收视成绩 据说这部剧甚至都是没有剧本的 全靠大家自由发挥 拍了两年小主角们身高都有了变化 杨子才十岁出头就有那样好的表现 可见他是十分有灵气的 而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家有儿女》居然拍了第三部 这个消息还是好搭档 兼好朋友张一山告诉他的 问他为什么不来 而当他跟父母说过之后 才知道原来是他们亲口拒绝了导演组的邀约 杨子非常不解 为什么不让自己拍戏呢 大家都去了 怎么单单他一个人不能去呢 其实父母也是为了他考虑 他要上高中了 正是该抓学业的时候 拍戏太耗时间 怕他会跟不上学习进度 杨子明白了 开始努力学习 想考上北电 那样就能专心学习表演 真正成为一名演员了 2010年 他顺利进入北电表演系 当他沉浸在此时的喜悦中时 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波折即将来临 都说女大十八遍 但杨子却没有被岁月善待 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美人 反而青春期的发育 让他的脸上多了两片可爱的婴儿肥 鼻头有些圆 下巴也不太精致 大家都说他长残了 要知道童星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小时候被人喜欢一定是因为长得可爱 性格讨喜 可没了颜值 又怎么在娱乐圈待下去呢 曾经在杨子抬家有儿女的时候 他父母就问过宋丹丹的意见 杨子能不能进娱乐圈 可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答 宋丹丹说 我觉得杨子也不漂亮 就别当演员了吧 其实那时宋丹丹想的是 杨子学习好 从事其他行业应该也不错 没想到他后来真的能当演员 而且能够火成那样 但幸好杨子并没有被这句话打击到 而是靠自己的本事逆天改命 他也知道自己自己并不算好看的女演员 可他有演技 演员不一定只看脸 可现实却给他一个狠狠的打击 他很难接到戏了 到手的主角也会被其他人抢走 他还遇到了黑心经纪人和不靠谱的公司 只不过半年之后他就醒悟 和那家小公司解约了 这时他打算见走偏锋 潜约了欢瑞去演偶像剧 原本战长沙和欢乐颂 已经给杨子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大家都以为他会走争取路线 没想到他竟会自降身价去演偶像剧 但事实却证明杨子选对了 他转型的第一部剧是秦云志 当时被骂得很惨 主要是因为这个角色跟他很不相符 冷凹的大美人哪里会是杨子 他一不漂亮 二也没什么气质 他性格开朗 长相并不出众 活泼的女汉子 人设还差不多 网友们纷纷吐槽起杨子选剧本的眼光 而杨子却是一身反骨 大家不让他演大美女 他偏要演 还不止要演一部 逐渐的杨子的脸好像又变了 大家不再说他长残 而是整残了 他陷入了整容的风波 虽然变得并不多 但还是能看出来 鼻子和下巴似乎有做过微调 不太自然的苹果肌 和突然变肩的下巴 杨子虽然减肥几十斤 但也不至于会变成这样 但网友们无疑是矛盾的 之前说人家胖 那他边努力健肥 攻击他长得不好看 他边好看了 反而他们还不满意 如果不是现状和舆论的影响 杨子怎么可能会去动自己的脸 在外界的影响下 他好像越来越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希望他们能够称赞自己漂亮 无论那是真话还是假话 杨子的确比之前好看了许多 那些正因为他制造了热度 青云志也开启了他的偶像剧之路 但面对那么多等着看他笑话的人 接下来他又该如何应对呢 杨子接了《香蜜沉沉浸如霜》这部剧 同样的大家很不看好他 俗话说 吃一千丈一致 他怎么又去演古偶了 还是大美女怎么干的 剧播出之后 想借机嘲讽的人都来看了 妄图找出他的黑点来吐槽一番 没想到他竟然能演的那样好 可爱的小葡萄精和为情所困的神女 他演的毫无压力 《香蜜大火》取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杨子凭借此剧收获了许多死忠粉 受到了一致的肯定 两年后 《亲爱的》热爱的播出 又掀起了一阵全民追剧的热潮 杨子再次贡献了完美的表演 得到观众的喜爱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线小花 在新生代女演员中 算是站在金字塔顶端了 他成功转型到了偶像剧 并且轻松就让黑他的人闭上了嘴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娱乐圈美貌的女明星不少 有演技的却不算多 与他们相比 杨子要高出很多级别 凭借一部又一部剧 杨子自带稀粉体质 路人员好到爆 很多人都喜欢上了这个努力的女孩 他开朗不做作 在娱乐圈的好朋友也不少 大家都觉得他很真诚 连搭戏的男明星们也都跟他称兄到底 孙洪蕾 黄蕾 马思纯等人 还想帮他介绍对象 觉得他年纪也不小了 可以谈恋爱了 但至今他公开的男朋友 也只有一个秦俊杰 而且事情闹得不太好看 两人应该是在 青云志和龙珠传奇中结缘 那时的杨子还比较单纯 轻易地就陷入了爱情 在被狗仔拍到之后 他们便大方承认了恋爱关系 只是一年之后 这段感情就结束了 毕师还未曾大获的杨子 居然被戴了一顶绿帽子 那个跟他男朋友传出绯闻的 便是跟他一样同性出身的张学莹 虽然没有实质上的证据 但张学莹的行为 的确不太符合常理 在片场 他竟然和秦俊杰同喝一碗胡辣汤 两只勺子分不清了 他们直接就随便用了 拍吻戏时 为了证明不是借位 他还特意展示了秦俊杰脸上的吻痕 私下里 他的脚上扎了水 居然直接就往秦俊杰的裤子上蹭 网友们的三观都要被震碎了 这能是普通朋友干出来的事吗 何况秦俊杰当时的征牌女友可是杨子啊 面对被劈腿的争议 杨子也站出来澄清了 然而之后他和秦俊杰还是分了手 这次恋情结束以后 他没有再找男朋友 也没有什么大绯闻 直到一个大瓜的出现 2022年8月 他被曝出和男演员刘学义共处一室 对方还亲手为他吃了蛋糕 而他很快否定了此事 说和刘学义是十几年的老朋友 聚会上还有其他人 并且他没有为自己吃蛋糕 杨子的粉丝也十分支持他 认为狗仔放出的视频是假的 只是为了敲诈勒索而已 却有一部分网友觉得 粉丝太过双标 当年一碗胡辣汤就能鉴定 张雪莹是第三者 现在这块夜光蛋糕 难道就不能说明杨子没有分寸吗 他们还猜测 刘学义那个时候也是有女友的 应该是张玉希 她那时候还恰巧染了头发 网友认为她染的是绿色 似乎在暗示什么 不管怎样 绯闻终究只是绯闻 过一段时间也就没人关注了 但杨子的顶流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不仅四番位 男女主粉丝之间还常常看不惯 CP粉客的开心 独尾们则是疯狂对骂 各种难听的话都能说出口 因为合作的男演员有很多都出了事 还有网友说她是温神 比如禁橘子的某凡 头水漏水的邓伦 经历过R27事件的肖战 还有去年她访的李一峰 都跟杨子搭档拍过戏 但又有人认为她是汪男主的体质 立宪 罗云新算是她带火的 任嘉伦 诚意跟她也有过合作 凡车的几位男演员同样都混得不错 最近长相思也让三位男主角不断涨粉 受到了更多关注 所以关于文神之说实在是无稽之谈 杨子现在微博粉丝已超过6000万 在90后小花里没人能超越她的地位 她打了一场翻身仗 彻底成了娱乐圈的赢家 但在古装偶像剧这条路上 她不能待得太久 倘若她打算一条道走到黑 那必然会遭到凡事 再过几年 也许她也会和赵丽莹一样转型到证据 而不同的是 杨子刚开始验的就是证据 属于开局王炸了 燕记是她最大的资本 让她在流量圈里能够突出重围 她一直很聪明很清醒 所以相信她也会好好规划未来 安排好自己的发展方向